会有这么多的争议不断出来 就是因为劳动部霸凌报告 昨天出炉之后 被质疑官官相互轻轻放下 其中还说分属长是目的良善 引爆舆论家国 劳动部霸凌事件火越烧越大 行政院不得不临时召开记者会 周永泰更是三度道歉 而劳动部长同天在立院背询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咨询才开始 劳动部长眉头一皱 双唇一臂 鼻水泪水流不停 主席要不要暂停一下时间 让部长的情绪缓和一下 坦诚报告用语不当 何培山为同仁打抱不平 我也很心疼他们 看到他们每天在应付这些 网络上层出不穷的 各种的质疑跟谩骂 活着的同仁有人心疼 但以往生的同事 却是违缘来不舍 他的上班时间一语长忍 都是五点多就到办公室 秀出无性死者生前上班记录 立伟怒哄身为保障劳工的劳动部 却带头压榨自家员工 离谱的还有劳动部前一天公布的霸凌 调查结果 按部长逻辑被霸凌的同仁 没身亡 没被霸凌的却命丧办公室 尽管部长很坚持 但在立委围攻下 何培山还是做出妥协 霸凌怒火越烧越旺 不等被开除 自己先请职 没有错 劳动部霸凌案越演越烈 在野党更把矛头指向了 是民进党的派系问题 因为劳动部长何佩山 致电党中央 希望副秘书长何博文 传话给爆料的议员李宇翔 对此何博文脸书 PO出他跟李宇翔的对话记录 强调绝无施压包庇 炮火全开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轰的就是卷入霸凌案的 劳动发展署北分署长 谢以荣 霸凌其他他的同仁们 这都有录音录影不是吗 有什么好狡辩的呢 不因为他是某个派系 所以他领导那么差 但之所以会扯到派系问题 是因为蓝委爆料劳动部长何佩山11月11号 致电给永延会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 蓝营质疑部长透过派系 施压爆料的议员李宇翔 您把你的老师柯建民搬出来 说这个希望派系之间的斗争不要太严重 我就对面请柯壮招讲派系问题 因为你透过的是党的系统 所以我要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是间接性的施压 我以为你认为李宇元他后来 有停止对我的监督吗 何博文脸书整理出和何佩山通话内容 何佩山表达自己和李宇翔不认识 希望透过何博文转达劳动部立场 但何博文po出他和李宇翔对话 两人七分钟通话后 何博文传讯表示 人命关天做你该做的 强调没任何施压包庇 我绝对没有遭到任何人的施压 呼吁国民党不要再进行政治操作 甚至于瞎扯 这个是关于派系之间的一个斗争 否认派系斗争 不过劳动部霸凌事件 打从一开始有盐会起底 而后民主活水洪生汉 亲一系立委王世坚 黄杰英系陈冠婷 都发声痛疲 是在劳动部一个本来是要守护 劳工权益的地方 竟然会产生这样的霸凌案件 何博山这番船 究竟是因为当内派系角力 还是危机处理问题 就看劳动部霸凌 这火接下来烧向哪里 现在劳动部霸凌报告引爆的舆论 这把火也让霸凌的议题备受关注 不过今天蓝绿立委却都纷纷爆料 不只劳动部 包括了劳法署 疾管署 甚至我国外管也都有霸凌事件 国民党立委手握新爆料 不只劳动部有霸凌 疾管署也有土皇帝 他在疾管署就像一个土皇帝 许多丰功伟业 很多人发文 对同事咆哮摔公文 骂别人是猪 导致一堆人降掉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逃离 有网友在Trace上爆料 疾管署整备组组长长期霸凌下属 让同仁备受煎熬啊 他这个整备组调离还有辞职率 高达37.14% 是署内的最高单位 也是异动率最高的 在这个组比较特别的是 还有很多人是降掉 他宁可降职等等等 他也要逃离这个组别 我们没有打算在现阶段 没有任何新的市政之前 针对这个组长限制 来做任何的处理 同仁也传出霸凌的 还有我国主沙鲁地阿拉伯的代表处 他被指控当众羞辱员工 制造内部恐惧 也就是呢 资深的员工如果对他来讲不听话 他会直接将他们解雇 被爆料的这名张姓同仁 不只会骂人 还会强迫同仁帮他买单 为了补足代表处的短缺经费 强迫同仁电款 他自己本身有喝酒的习惯 所以找了同仁陪他喝酒 绝对公正的去调查 而且绝对不会互短 但说到了霸凌 怎能少了劳动部 如果有这个情况 我们就一律彻查 包含我本人 劳发署长话说的肯定 但委员也信誓旦旦 各部会接连传出霸凌事件 政府部会全失火业力一次引爆 TV毕业新闻众后报道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排声选霸法 修法蓝尾徐宇珍 主张增订罢免票须超过被罢免人 当选得票数的规定 引发质疑 而民进党凌晨四点半就假动被战 蓝绿爆发激烈冲突 高决手板呛下 立院内政委员会一早爆发推挤冲突 因为国民党临时变更一程 排声选霸法 就怕被突袭 绿营天还没亮四点半假动被战 提前占领主席台 一阵混乱中九点十七分 国民党招委徐兴宣布开会 但绿营抗议违法宣读异事录 直接抢走麦克风 徐兴只好先宣布休息 蓝维想退场 但过程中蓝绿推解 林斯敏西装被扯破 直接跌坐在地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开会 理性的讨论 我们希望能够省预算省法案 但是民进党一再的杯葛 国民党排审选霸法修正草案 罢免联署赴身份证赢本的版本 已经进负二毒代协商 至于徐宇峥提出的版本 罢免门槛虽然没提高现行的25% 但就只为买一年者不得罢免 而罢免同意票数需超过被罢免人 当选时的得票数也引发质疑 蓝营铁勒心要过选罢法修法 朝野攻防战火未晚待需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团一早就假动 成功占领主席台 不过早在凌晨四点 陈俊允 沈柏阳等人 就成功打开委员会的门锁潜入 被蓝营质疑是破坏公务 对此立法院长韩顾瑜则表示 已经责成秘书长周恩来 讨论门锁该如何改善 今天早上已经责成周恩秘书长 关于各会议室的门锁的情况 我们要开始要进行如何来处理 委员会的喇叭是我便协商 立法院长韩国瑜特别叮咛 老师听到不同委员会都有不同爆发 当然正常的攻防论辩 大家都是能接受的 如果过当的话 可能对于立法院整体来说 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排声选拔法 蓝绿又爆发肢体冲突 而且绿营在凌晨又打开门锁 五个绿营立委 清晨四点半就进入委员会 陈俊宇 沈柏阳摸黑拍照纪念 说要把喇叭锁打开很简单 我们学习我们的副院长蒋启成 他之前进来的方式是用摇窗户的方式 简单的这个门锁的开启 这个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方式 上次排声选拔法 黄杰也成功凌晨打开过门锁 绿营两度在凌晨进到内政委员会 国民党质疑破坏公务 那这次是不是本委会的委员冲进委员会里面 来做这个议事的干扰 那我相信民众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门 现在呢 这边这个门都是完好如初 都也是可以旋转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门不会坏掉 但是就是门就是跟他好好的沟通 他就会打开 确实门锁总务处检查过没有坏 据了解会议室非借用时间不开放申请 其余时间都没有规定 进入时间有灰色地带 来的时候这个门锁 我是比较慢到 到的时候门锁是已经开了 那我们刚刚也确实检查看了一下 那个在门锁的部分是完好如初 立院暂时不改游戏规则 毕竟尚有新政策 委员都能想到新对策 TVB的新闻 华正森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官员性骚霸凌案在天一桩 民众党立委张琪凯踢爆 中小企业信保基金高层疑似 涉及性骚扰跟霸凌部署 他出示受害人提供对方 在通讯软体的轻挑对话 向上反应之后 竟然还被要求签据 不投诉承诺书 信保基金会不会变信保基金 跟信保的董事长就投诉了 没有处理反而要求 书记不要去信贫会的承诺书 劳动部霸凌案还在烧 民众党立委张琪凯再爆料 财团法人中小企业信保基金 有信骚案 高层竟然还想吃案 你信员工被信骚扰来投诉了 你是不是要处理对不对 你怎么会送口罩 送口罩意思是什么 跟你不要说话 送给所有的员工跟你乖乖 出示对话记录证据 可以看到女职员对男官员说 男女授受不亲要记得 但男方还以为在调情 回应你说太快了都还没亲到呢 女方在提醒中午已经小犯规 男方不罢休 说这哪叫犯规 这叫出示提升 有你才快乐 他之前已经做了不当的行为 包括去摸这个你职业的手 这官员很大胆不只动手还动口 曾传讯息给女方说想吃你 故意分段再打煮的 女方回应讲话不要不震惊 男方还说那就吃你了 整件事情从今年6月1号 张细凯称高层早知道 而信保基金董事长 还是前彰化县长魏明股 立委称还要求不要提性评讳 更要投诉人称是误会 7月份当事人才正式提出性骚申诉 为什么董事长知道这个事情拖这么久 这个内容里面有很多都比较敏感 我都还遮起来 你一定要查清楚 麻烦委员把那个内容给我们 我们来追查清楚 新政府才上任不久 官员性骚霸凌案再提桩 提北新闻 正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